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 嫂子回来就搞养养子了 今天上海打工没挣到钱 在家里准备大搞养子 现在这个地里面随时就能摘到果子 好新鲜好甜的栗子 看一下 今天我们把家里的那个辣椒 辣椒树 把那个庄子用绳子把那个 辣椒树给它围起来 玉皇那个下雨的时候 泥土松懈之后那个辣椒树会倒 接下来在家里面先看一看 辣椒马上上市了 看一下这些辣椒 看一下这些辣椒 这个每一行这样出去 都把这个 庄子给打好了 两边绳子 把那个辣椒 围起来 主要就是玉皇那个 你看下雨之后这个辣椒树啊 泥土就松下了 就怕那个辣椒树倒 因为再过几天这个满树辣椒的话 一树就会接很多的 它的重量 每边接的都 这个树可能就承受不住 所以就给它加固了 现在在这个辣椒地边上 就能够闻到满地的那个辣椒的清香 因为有辣椒花 这个整个辣椒地里面 中间还摘了一点那个 偏瓷一点的 糯玉米 看一下我们这边那个辣椒生长的那个 环境 所以说很多家人们每一年买了我们 恩斯利川的那个高山辣椒 这个辣椒 所有生长的环境就在这种 大自然当中生长 而且我们这里的 温差 中午跟晚上的话可能相差 8到10度啊晚上就特别凉快 每天早上起来这些辣椒树上面就 有很多的那个露水 太阳出来就把那个夜面的露水全部给晒干了 我刚刚看到我嫂子好像个鸡还要搞了一点凉茶是不是 还要搞成一样 哈哈哈哈 这两个铁笼子里面就是装的那个小鸡苗 一百多只 上天天拍下这个嘛 太阳不会晒的 搞了个这样啊 怕晒太阳 全部都是小鸡面 看 现在我们接着给那个下班的家人们把那个土给他们打包 昨天下班的家人们全部一直给你们发货了 还有就是那个削皮刀家人们因为这两天那个削皮刀介绍没买到 一共今天家里只有几次喝了如果有些家人们没有收到那个削皮刀的 要连接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那个给我老妈发信息问了一下 确定了一下啊 看来真的幸亏没过去 过去的话可能到时候真的 刀水下不了还要做河上搞狗粒 搞狗粒 知道吗 如果说有喜欢吃土豆的 这两天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了一点福利活动 19.8里 五斤包油啊 今天下班今天下午给你们画后 好了今天我们这期视频 就站起来给粉丝朋友们先分享到这里了 我今天的活就是来把这些土豆 给它全部装好 好吧 好后 好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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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